自从到了台北以后,我就盼望着大卫来信,可是我左盼,右盼,都盼不来大卫的信。 伯母,你在家吗? 我在家,什么事? 今天你收到过一封信吗? 嗯,稍等,我检查一下。 没收到啊,你在当什么? 这两个星期来,我都在盼望着大卫的行。 我想出来一个主意,我要借这个机会让海琳跟王鹏,一个研究生,见面。 海琳,你应该跟大卫一到两段,你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男朋友。我想把王鹏介绍你,你记得吗? 他是一个又帅又聪明的研究生。他对你很合适。 我还是喜欢大卫,也不喜欢伯母管我的闲事。可是,他一定把我忘了。 算了,伯母可以给我介绍。 好啊,我会跟他见面。太好了,什么时候? 嗯,这个星期六,行。 我有点着急,我还没跟大卫说话。另外,王鹏看上去有一点不太热情,可是我想忘了大卫。 你好,我叫海琳,你一定是王鹏吧。 我今天得练识一下,在抖音上学了一个字。 你好,请坐一下。 我问你这么穿过就不会冒了。 那可能说抖音有问题。 很有意思的是,你是不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? 是,我刚毕业,毕业以后该好好玩完。 所以我两个星期前到了台北。 这个女孩子很笨。 我不喜欢美国人或者美国的文化。 她们太轻松,美国人都不努力。 你怎么可能在美国上大学? 她为什么说那么奇怪的话? 说不定她不知道我是美国人。 我是十多年前跟父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来了。 所以我是华裔美国人。 不管你住在美国还是住在别的国家, 如果你想在台湾找个工作, 你应该在台湾上大学。 我的家人朋友都住在美国。 所以对我来说,在美国上大学最合适。 我还可以在台湾找工作。 我待在台湾的时候打算熟悉熟悉台湾的情况。 因为你在美国上了大学,很难在台湾找到工作。 王鹏跟我的心情不一样。 加上他有一点自以为是, 结果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。 你只学什么? 我的专业是中亚经济。 哎呀,经济太干巴巴了。 一点意思都没有。 我对中亚经济很感兴趣。 这是最重要的条件,对不对? 你现在学什么呢? 我正在学玄学。 我不敢相信他说我的专业没有意思。 可是我还是想看上去很客气。 对不起。 我对神学没有意思。 可是很酷。 哎呀,怎么这样说呢? 神学是很有意思的。 你的态度有问题吧? 所以没问题。 啊,好。 你要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。 你想点什么? 我听说这里的红烧牛肉非常好吃。 我们应该演两万红烧肉。 我其实吃素。 可是我对这个沙拉还蛮。 我爱吃肉。 所以我不愿意吃素。 哪种肉不要紧,我都喜欢吃。 我很关心动物权益。 所以这一次请剪。 是吗? 好吗? 不行。 不行。 那我们最好分别剪菜。 好了。 嗯。 这个奶油蛋糕看上去,正好吃。 我一定要剪这个蛋糕。 真的吗? 可是奶油蛋糕有很多油。 为什么每个美国人都吃很多不健康的东西? 你是不是减肥? 不是。 对不起。 我去上厕所了。 我去上厕所了。 对不起。 喂。 喂。 大为在吗? 我就是。 你是哪位? 大为。 这是我啊。 听到你的声音,使我很安心。 海琳? 海琳? 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念你啊? 大为。 这两个星期以来,我都在盼望着你的心怎么了?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。 你还没收到我写的信。 那封信快要到了吧? 我以为你已经把我忘了。 大为,我正想念你。 我希望你就在我的旁边。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 海琳,我爱上你。 大为,我发现你对我最合适也没有了。 我也爱上你了。 海琳,我爱上你。 我需要你多么想念你。 我试试。